我自己其實也有點像這樣 其實只要熟了之後 我覺得可以是放心的對方的時候 就可以很堪然的把所有事情告訴大家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是聊了很多 雖然一開始也是很 就是不知道要聊我們哪個部分開始聊 然後就有點像這件 我覺得很像網友的感覺 對因為我們真的很不熟 然後是直到我們有那個 有一個環節是就是要即興的表演 然後我們那時候有抽籤 然後我們就抽到一個是看不見跟聽不見的 你是看不見還是聽不見 我是 你是看不見 對我是看不見 然後你是聽不見 真的有用環節嗎 對 還是剛剛經紀人交代你要講 對 對這一題這樣 然後他因為這個 這個題目其實很快就讓我們兩個 就是因為我們沒辦法用 語言去溝通 然後我們就是只能用心去感受彼此 對方給了一些眼神 或者是肢體上的接觸 然後去感受對方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需要 有一點的信任感才做得到的 但是當下就是彼此的眼睛更多 因為畢竟失去的五感 你很多東西都會放大 只是信任對方 只能信任對方 那你有信任他嗎 有啊 他就是我的眼 你是我的眼 我找到第二個剛好 我們跟他要照顧 開戲的時候他就是 有一次我很累 然後他就會默默就是 跟我說 欸我幫你準備個小禮物 然後就 遞給我一個基金 然後我就哇 太感動了吧 好像才第一二天吧 就很前面他就給我 我想說哇 真的黏心 你看看你 你 你們沒有給東西嗎 我跟他第一天排練的時候 我就帶咖啡給他 很溫暖啊 直接打三個 一顆咖啡 他連收都不收 正常會收一下吧 他告訴我說 欸我不喝下次不用買 對 收都不收喔 因為他可能在旁邊已經排練好 要如何把咖啡拿給你 我想說不用破費 還是你也想喝基金 還是 想要喝 我現在腦補了 等一下 什麼東西 不就是基金 是不是很幹 你們的紋戲啊 超級多 你很會親耶 欸主持是誰 那個你是誰 你算好啊 你是口香其不滿足啊 我覺得你也蠻會親的耶 這句話 怎麼了嗎 算這樣講有點有點丟臉 但是我也覺得我蠻會親 我想知道你們第一顆 吻戲的時候 你對自己的表現 你有緊張或者是害怕 表現親吻這件事情嗎 好像還好耶 就覺得應該不會太難吧 我跟你講 自己覺得很會親的 通常都要問那個背心的人 對 對 這樣握不准 你有覺得上昂很會親嗎 如果要一種 事物型的話 你會怎麼親嗎 好說 沒有 他的嘴唇蠻軟的 然後 技術還不錯 等一下 為什麼你那個 他有點弄壞 技術 有點勉強 對 但我後來真的是 越來越漸入加進 就是 漸入加進 就是親吻這一天變成自然 然後 很常會發生 就已經下戲了 已經很咖了 他繼續 繼續暖身這樣 他們每一個親吻都在排練喔 所以私底下親吻也是會的排練 是 我也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太好了我們就想要你來做 講一些故事來 對 有一天呢 我們就是他 我去探他們班 對 然後呢我就看到陳昊很緊張 他就在那個 舒嬅間 我說你在背台詞 我說對我在背台詞 然後就想說 我已經演完了 放很鬆 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他默默觀察 他就這樣 他就對空氣這樣子 我就想說 哇賽 欸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一齣 這一齣我不知道 沒有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陳昊你在幹嘛 他就這樣 沒有啊 沒有啊 然後就是 牡羊說也是蠻八卦 然後你立刻就 他在對空氣練習 沒有啊 他在想像可能 連尚豪在他對面八 但是 那我覺得緊張的時候 其實我 我蠻感謝尚豪的 因為 嗯 有時候就是 比較高雅的狀態的時候 你跟我說我們那個 想像我的表情 他 他是一個可以養很安心 然後 他可能就會帶著我 就是 因為他是 戲劇的嘛 然後他有一些可以放鬆的 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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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水小沛是不是 水小沛是不是